嗨,大家好,我是小日刀口 歡迎收看每日五分鐘喔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買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呢,我請朋友呢 在韓國幫我買的innisfree新出的眼影棒吧 那,因為台灣現在還沒有 那我那天就是有看到,就是有人分享說innisfree新出這個產品 我立刻心動的,衝動的,就買了兩支 哈哈哈哈,它其實就是眼影棒,然後它有非常多顏色 那我今天呢,就買了兩個顏色 第一種呢,是這個,登登,它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那它打開呢,我這一支色號是1號 有點粉裸色,它打開是這樣子方形的,有沒有看到 方扁型的,那我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顏色非常的美,就這樣 非常的自然 然後呢,另外一支是 這樣子,登登 嗯,細長型的 那它是圓頭,這樣,然後是旋轉 這兩支都是旋轉的 好,圓頭 唉唷,不小心畫到手 然後它的顏色是這樣 非常的柔順好畫 非常 好,那我今天就要用它來畫我的眼妝 啊,對,這一支的色號是4號色 4號色 我每次5分鐘,我都覺得我會錄超過5分鐘 因為5分鐘實在太短 明明就是自己規定5分鐘,那還怪大家 它長這樣對不對,然後使用方法很簡單 就直接 我選這顏色比較淡,所以可以直接在眼睛做整個大面積的搭底 然後冰原膠直附把它暈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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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淺的粉色 那我習慣這種打底色我會再 下眼 會帶到一點 我覺得它顏色非常的淡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適合用來做打底 好啦,打底完了 接下來我就用這支 深的 這樣 如果覺得不夠深 因為我自己習慣眼影不要畫太深 所以不夠深的朋友可以再加一下 這種紅色如果畫不好會很像被打 所以要小心一點 這樣 這樣 有沒有 這一支呢還可以拿來畫腮紅 因為它非常的大 可以畫出很漂亮的腮紅 再用這個美妝蛋把它推開 然後呢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 這支 拿來畫唇彩 因為它沒有亮粉 所以畫唇彩不會覺得很奇怪 好 好啦,那這樣就完成啦 很簡單 用兩支產品 兩支喔 就完成了我的眼妝 當腮紅跟唇彩 就是超方便 不過我覺得是因為我 挑的這兩個顏色 剛好就是 嗯 紅色系的 所以就是很方便可以完成眼妝啊 夾彩跟唇彩 那它另外還有別的色系啊 就是像是 金色啊 咖啡色啊 之類的 那個可能就沒有辦法 當唇彩跟夾彩 不然會很像中毒 之類的 那我今天這個 現在不是很流行這種 嗯 吐色啊 或乾燥花系的 的唇彩嗎 所以就 嗯 用這個來 這個顏色來畫 就非常的恰到好處 也不會覺得太突兀 不過呢 因為我嘴唇比較乾的關係 所以可能會有點唇紋 因為畢竟 它比較沒有那個 唇彩的滋潤度 所以呢 如果說想要跟我一樣 用這個顏色畫唇彩的朋友 一定要先擦護唇膏之類 因為我剛剛沒有擦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唇紋這樣 不過呢 整體上來講 是還蠻漂亮的 嗯 就算我頭髮綁起來 像男人這樣子 也不會覺得太習慣 嗯 那像它這個扁頭的 它其他還有什麼 咖啡色系之類的 它除了就是可以拿來當眼影 它還可以拿來當 就是修容 那因為我買了這個 不太適合當修容 所以我把它拿來當夾彩 是非常好的喔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這兩個產品啦 下次再見 掰掰